完成让大家非常非常敬佩的这本汉书 那怎么来的呢 就是斑标他看了这个史记 就是由司马迁所写的这个史记 他觉得非常的赞赏 所以他也希望说 这样的一个史记能够一直延续 那很可惜的是史记他只记到 就是由皇帝时期到汉朝 所以他就想要承接下去一直写 所以这个斑标就开始写 这个汉书 所以这个汉书是从汉高祖到王莽篡位这段时间 总共是229年的历史 好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汉书我们都知道说作者是斑标 实际上我们刚刚讲的 是由他们三个人分段所完成的嘛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这个斑标呢 他的寿命非常不长 他只活到52岁 那这个斑标呢 为了他完成爸爸的遗愿 他怎么样 他也很认真的用他的生命去完成 去写这本就是汉书 那很可惜的 这个班固呢他在晚年的时候呢也没有就是把这个汉书给写完 所以由他的妹妹这个斑标继续的把它完成 所以你看哦 父母亲所喜欢的 父母亲所爱的 我们都要去接受 甚至呢去知道 去喜欢 父母亲所喜欢的也是我们喜欢的 父母亲所敬爱的 也是我们所敬爱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知道说 父母亲喜欢的是什么 父母亲不喜欢的是什么 那这样的话就不会常常做出事情 来让这个父母亲不开心 那甚至我们要是知道说 父母亲喜欢的是什么 敬重的是什么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常常 可以常常做对事情 甚至常常可以 在父母亲 可能心情比较不好 或比较低落的时候 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来让父母亲开心 这也是一种孝顺哦 好 你看孝顺很简单吧 虽然我们现在在这边讲哦 两向古人都很孝顺 其实现在的我们也可以很孝顺哦 好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哦 这个第三章的孝顺能生孝顺子的第六句 第六句上面就写了 它说 虽父母有过 当是静而不腻 宛容月社 劳能无愿 乌有恼怒愁烦之态 好再一次哦 虽父母有过 当是静而不腻 宛容月社 劳能无愿 乌有恼怒愁烦之态 我们想知道一下 想知道一下 你觉得父母亲有没有可能犯错 哇 你们觉得好快哦 每个人都觉得父母亲有会犯错的时候对不对 嗯 没错 可是 可是 父母亲也没有可能觉得他自己没有错 嗯 说实在话有可能 所以我们啊 我们我们为人子女的不能只指说妈妈你错了 你不可以这样子 而且还用手指着妈妈 这样是没有礼貌的 我们应该怎么样就像这个文章里面所说的 他说这个父母亲有过啊 怎么样有过错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和颜悦设 而且要非常恭敬的 委婉婉的去劝谈父母亲 那假如父母亲不接受的时候怎么办 哇 有人说就算了 有人说不要理他了 那其实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当我们跟父母亲建议他所犯了一些小错 然后我们跟他建议的跟他敬言的他不听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就好就慢慢的先退到一旁 等到时机好的时候再来跟这个父母亲再来劝谈 我想那时候父母亲都比较能够接受 那我们说到婉容月色 当我们用很恭敬很慈祥很很就是很好的脸色去劝谈父母亲的时候呢 父母亲不听的时候也没有关系 我们一样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等待最好的时机再来再次的劝谈 千万不可以用什么 千万不可以有那种很不耐烦的心态 其实我想不耐烦的心态大家都有对不对 很诚实对不对 没错好 我跟你告诉你小秘密 我也是会有 其实我们人啊都是不喜欢去做很烦恼的事情 就不喜欢去做很很琐碎的事情 甚至我觉得说我都已经跟你讲过一次了 我跟你已经讲过两次了 为什么为什么还不听我所建议的呢 那你有没有想过 爸妈妈会不会也是这样子给我们建议 建议我们所 比如说上学的时候怎么样 不要赖床 然后呢 衣服要穿好 然后呢 头发也要整理好 还有呢 看到人来要有礼貌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父母亲会告诉我们 而且他可能甚至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子来教导我们 可是有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很烦 会对不对 甚至有时候还会顶嘴说 哎呀 谁谁怎样 谁家的孩子不用做 为什么我一定要做 可是呢 我们把角色互换过来 假如今天是换成我们在跟爸妈讲 哎 爸妈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可以怎么做比较好 然后呢 我觉得怎么做比较能够更尽善尽美 那父母亲不听的时候 怎么办 你们很像我们自己一样 很像爸妈在跟我们讲说 哎呀我们要怎么做比较好 我们要怎么样做对别人比较好有意 或是我们衣服怎么穿 你们想过 其实这样就很像是父母亲也在跟我们讲的话一样 那你看哦 父母亲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会不开心 那我们跟父母亲讲话的时候 父母亲有没有可能也会不开心 也会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等待时机 在好的时间的时候 再跟父母亲委婉的劝告 千万不可以有那种 很烦 很吵 或是后不要跟你讲了 这种心态产生 这样是不对的哦 好 好那我们来看哦 在罗宇宇的这个礼人篇 第十八章里面就有讲过了 他说 子曰 是父母基建 建制不从 然后呢 又敬不为 老而不愿 是父母基建 建制不从 又敬不为 老而不愿 他说 一样你看在罗宇宇里面 也说了 孔子就说了 他说 父母啊难免嘛 会有小偏杀 他会有小失误的时候 那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适时的去禁言 假如他妈妈不听的话 我们要不要很生气 不要 千万不可以生气哦 因为呢 爸妈跟我们建议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生气 有时候也会生气 所以我们这样也是不对的嘛 相对的啊 相对的我们去跟爸妈 建议的时候 他们也说不一定会接受啊 所以我们也要反观自己 我们跟父母亲建议的时候 父母亲不接受 没关系 因为为什么 我们自己也会这样子 父母亲在跟我们建议 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可能也会 不太喜欢 不太开心 所以这都是一样的定律哦 所以我们要是能够做到 父母亲怎么样 我们跟他建议的时候 他不接受的时候 没关系 我们委婉地推到一旁 甚至呢 怎么样就先去做你的事情 等到很好的时间的时候 再来劝谏 我想这样的成功率会更高一点点 好 那呢 再来哦 你看哦 我们在讲这个 你们觉得 什么样叫做有智慧 什么样叫做有智慧 有智慧啊 对很好 有智慧就是聪明 是吗 好聪明只是一小部分 还有呢 很会做很多事情 会把事情做得很好 呀 好 没错 这个都是对 那智慧呢 其实就是能够把一些事情 甚至把一件事情 从怎么样 由不太好的一个局势 转到好的局势 甚至把一件不好 原本是不好的意识 把它转成是一件好的意识来 怎么说呢 我们刚刚说到 不可以违背父母亲的意识 对不对 可是不可以违背父母亲的意识 那可是有时候 我们却必须一定要去做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再讲